大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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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進塔找掩護 我們注意安全啊 進塔找掩護 他要刷了他要刷了 哎呀怎麼會點錯招呢 這邊有一個 靠北啊 今天帶的是冰牙豬的一個酸解說 那我們今天帶的持有物呢 在左下角基本上這一套是非常適合的 然後我們今天會選用的技能呢 是冰柱加上10萬馬力 那今天來告訴大家怎麼樣去使用 好在前面搶龍殺這邊呢 我會一整套接下去 冰力丟完的瞬間 然後馬上接這個撞擊 那是很有機率可以搶到的 那剛剛其實是插一下 我們最後的普攻給他帶掉 那這一波的話呢 大家記得呢 兔子在前期他的那個下腿踢 是可以造成傷害 你知道滑過對手是可以造成傷害的 包含後面的續能也是可以 好那這邊呢 蜜蜂戰的時候 路卡溜上來協助幫忙 那我們就直接打一波 看能不能把球給灌一灌 那這邊用冰力去造成對方的走位困擾 讓隊友有機會直接來一波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很喜歡呢 在吃完蜜蜂之後 然後到對方野區逛一下 把這裡當Costco 晃一下 閒晃一下 看有沒有誰呢 在這邊呢 順便呢 給隊友呢 看一下對方打野的位置 那對方打野呢 很快速的就回程 然後並且出來吃自己家的野區 好這邊踩到跳板 就看到皮卡丘 Surprise MOTHERFUCKER 那因為呢 我們隊友呢 直接從後面包過來 再加上我們這一場打的是幻野流 所以路卡利歐呢 已經來到了這個強勢等級 5等 那順利的抓掉了皮卡丘 那他的身上有17顆球啊 所以也是偏難投進去 大家記得 如果呢 你看到對方的路卡利歐啊 球數很多的時候 你心裡呢 就可以不用那麼慌張 因為他是很難投進去的 然後白祥去下路幫忙 結果看到皮卡丘跟這個 小山豬啊 我直接回毒我一波啊 回毒車潮 我嚇得趕快再跑掉 那以防對方追來 所以我會在這個後方 再放一下兵力 好那因為時間已經來到快7分鐘了 所以我必須趕快往下路去幫忙 比較可惜的是呢 我現在還沒有6等 噢 我們的小山豬在6等的時候 會進化成長矛豬 然後可以學會冰柱 8等的時候呢 就可以學到10萬馬力 那我這邊呢 是想說看有沒有什麼野怪 可以吃一下 不然的話 我在整個團戰當中呢 是有點小劣勢 那冰柱這個技能呢 使用之後會砸下一塊這個 這個冰柱 對沒錯 就是眼瞼應該還是冰柱 這個冰柱呢 會形成一種類似牆面的阻擋物 他可以阻擋對手 可以阻擋自己的隊友 在砸到對手的時候呢 會造成範圍性的緩速 那當你使用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這個衝撞 或是10萬馬力 或是地震 把那一塊冰柱呢 給他打碎的時候 他可以瞬間造成一個冰凍的效果 那對方就會被控制住 好那麼再來呢 就是當對手呢 如果說在你們家自己的這個防禦塔 要得分得分去的話 你丟一個冰柱 那只要呢 有冰到他們 他們接下來要繼續得分 速度就會變得很慢 我覺得這一個 技能算蠻有趣的 就是蠻特別 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那麼冰柱還有另一個效果 就是當他破碎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冰面 隊友路過這個冰面的時候 速度會加快 好那由於呢 上路呢 我們隊友已經推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待在下路 看能不能拿去偷對方的塔 或者是呢 守住一下自己的防禦塔 因為對方在吃完暴死龜 下塔沒推掉 其實蠻虧的 因為呢 吃完暴死龜的那一隊 其實算是會有一個經驗加成啦 那這樣對我們來講呢 其實也算是不錯 因為至少在搶第二隻暴死龜的時候 我們不會有太大的劣勢 那這邊呢 蜜蜂戰先爆發一波小型的會戰 對方路卡利又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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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記得呢 這個要打架的時候 你踩在防禦塔內呢 是可以回血 而且給予護盾 如果你血量太少的話 不要等果實了 不要等果實 直接回家就對了 那我們看到妙花草 哇草你還沒長大 那他在發育 因為等一下就要吃暴死龜了 好那這邊已經有了10萬馬力 那10萬馬力呢 就是一個衝撞的技能 然後最後一下還可以多踩他一下 如果對手是屬於冰凍狀態 那個踩他可以增加500點傷害 那這個接技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我衝過來之後 然後這個冰柱呢 是冰到了對方的長矛珠 然後呢我會再多一下踩踏 那那個踩踏呢 是可以有額外的傷害 那這邊再用一次冰柱再加上衝撞 那個冰柱呢碎掉的時候 對方忍化鋼是屬於冰凍狀態 但很可惜隊友沒跟上輸出 那這邊我血量有點殘 我稍微的先退到塔內 那這一波其實我本來要回家的 可是不小心已經先吃到那個果實 這個就是很給小的一個做法 你就要回家然後你要去吃果實 那現在暴氏龜已經重生了 我趕快回來線上 那這邊看到兔子的血量剩下一半 他很想說MTF到底是誰吃掉果實 那最後一個火焰球 哇我們的兔子呢搶到了這個暴氏龜 那我這邊做最後的衝撞 因為我必須犧牲 我把他們推離啊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不能打了 那對手呢已經進化成 噢靠邊已經進化成象牙豬了 現在是一個老爸打兒子的概念 他開啟大招只有我們防禦塔內衝 我趕快到後面躲一躲 那這邊對方血量也不太好 我先丟一個冰柱再加上這個十萬馬力 結果呢剛好進化卡了一下 那沒關係這十萬馬力直接推死後面的忍蛙 好那我們來再看一下十萬馬力可以怎麼運用啊 比如說我這邊呢乘著青草收割機的加速 然後呢在冰力丟在我前面 冰柱丟我前面一點點再往前走 然後用十萬馬力衝撞把它衝回來 但因為剛卡牆啊所以衝撞的那個距離呢偏短 不然的話呢這樣把對手衝回來給隊友自己打 也是一個蠻強的combo 好那我這邊呢一樣呢我們繳一個閃線 往前用十萬馬力把對方的象牙豬往後推 交給隊友三甲以內他沒空檔 直接勾帶回去職員陣 那現在呢下路我們終於成功的推掉了 而且我們的上下塔外塔都還在 此時此刻我們是處於一個領先的狀態 可以看到我的等級呢 在剛剛的那一波會戰當中 已經提升了不少 那怎麼樣殺人的等級會比較多 應該說殺人得到經驗比較多 有時候我們殺一個人 奇怪怎麼好像沒升多少等級 有時候我們殺一個人 靠秒怎麼一次砰個兩三級 只要呢你的等級跟對手差越多 那麼得到的經驗值就會越多 所以呢這遊戲我覺得蠻棒的一個設計 跟以前的魔法不太一樣 是它讓 我覺得它讓所有玩家都不容易去放棄 我覺得這真的很棒 因為呢 玩魔法遊戲真的很討厭 就是 隊友動不動就開始掛機擺爛 因為它覺得追不到 但是這個遊戲我沒有收什麼錢 但我真心覺得這個機制蠻好的 當你在落後方的時候 你呢 後追的能力是比一般的魔法還要來得高的 那如果你領先的話 當然你也要打得好 才不會被人家翻盤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波會戰 我這邊呢直接往後走 然後用10萬馬力衝回來 這時候我在想要不要開大招 因為對方下注開大招 可是你看一下現在的時間 快要打閃電鳥 那這個會戰呢 我死了是可以在閃電鳥這裡復活的 所以我們進來騙招也沒差 那我呢 因為也是要死的人 所以想說 直接幫隊友做最後一波的控場 那最後的這個暴飾龜 很可惜被路卡利歐給拿走了 那第三隻暴飾龜大家也不要怕 就直接吃掉就對了 因為吃完之後你們會有經驗的加成 如果是落後方更要吃 因為這時候經驗會加更多 那剛剛呢已經看到對方繳了不少的大招 那看一下我們左上方自己隊友 喔唷 結果我們隊友也是沒有任何一個大招 現在全世界只剩下我有大招的概念 那這邊閃電鳥血量剩下一半 我開啟大招 可是我這大招注意一下 最後一下我一個閃線 再加上他的第四下會一個擊飛 所以我在瞬間擊飛對手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辦法去攻擊這個閃電鳥 那這個大大的增加我們隊友吃掉閃電鳥的機會 所以有時候吃閃電鳥 我們開大招不一定真的要打在鳥上面 如果你是大型範圍的控場的話 控制住對手 讓對手不要有尾刀的機會 那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那這一部影片呢 就是冰柱再加上十萬馬力的介紹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下亞柱呢 我會分享大家冰牙跟地震怎麼搭配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然後再加上一部影片下部影片 ,先進入中間